画面上是终身学习博览会与学习行程式成果展 在国门广场热闹举办 开场活动邀请中正国中民俗班带来扯铃演出 成果展中市政府教育处邀请社区大学、部落大学、勒林学习中心 崇佑影艺科技大学等终身学习机构和学习行程式团队 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 南雀的话我们主要有几个种子搭配 第一个是海蒙果 第二个的话是檳榔的种子 这个的话是牛樟木 这个的话是凤尾爵 然后组合起来 前面这一颗的话是艺人 把它组合起来 这是那个芒果 这个是檳榔的种子干了以后把它剥开来 然后把它梳开之后再把它系上颜色 那这个它剥紙的部分 我们是用黑色的一个毛线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棒的蓝雀 尤其在我们基隆蓝雀现场相当的多 教育团在基隆经营仁爱乐林学习中心 那有很好的学习成果 那热零是很多的学习 长者们他们来学习之后 不管动手还有一些舞蹈 还有一些手作课程 都可以延返他们的一些失智 那也照顾他们的健康 在国际的SDGS里面叫做健康促进 所以我觉得这个热零可以让我们 基隆的市民朋友们 大家热零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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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 获得全国终身学习楷模的 社区大学曾子良老师 以及郑黎彩霞社长 还有荣获教育部 乐林学习优良课程的 中山乐林学习中心江美艳老师 透过表扬与成果的展现 鼓励更多市民朋友 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博览会 能够我们希望不只是 让大家秀出各自在推动 终身学习的一些内容 那当然也是端出成果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这样的活动 能够邀请更多的市民民众来参与 扩大整个基隆在终身学习的人口 是终身学习博览会的第十八届 其实很多市民应该都很难想像 哇可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博览会 那终身学习博览会其实是否我们过去做 我们已经做到了区区有乐林学习中心 以及区区有社区大学的学习注点 那包括市民们在距离家里就近的地方 就可以学习到各式各样多元丰富的课程 所以今天这个博览会是就社区大学跟乐林学习中心 目前我们推出的一个课程成果展 那除了中生学习博览会之外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博览会是学习型城市博览会 学习型城市博览会是基隆市政府向教育部争取补助 然后跟民间的专业团体协会或者是大学合作的更弹性 然后跟在地的课程 那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多 不管是社区大学乐林中心或者是各中心的伙伴们 那推出一系列的中生学习的课程活动 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跟各中心伙伴的合作下 推出更优质更多元的活动 这场博览会活动让各界看到基隆中生教育资源的多样与丰富 鼓励全民活到老学到老 让生活更多彩多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